大家好,今次我们就讨论一下电能车 原因就是因为加州未来就会再有一个严谨的法例去动摇整个行业 我们看看原来其实在203年的时候,整个加州就打算不允许再有汽油车去贩卖 所以其实就刺激了整个电能车的整个发展 所以在整个发展的过程里面,他最主要想集中就是 其实大家都想可能要发展一些新的电极或者可能物料去做到 大家会问为什么好像跳得很快 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听得到,跟电话,iPad等等都是一样 其实现在的电能车一般都是用Nithium,就是锂电池去做 所以我会用到Graph,就是碳的同位数 但其实很难去充电充得很快 所以这里他给了一个数据给你看 就是你想充得快,其实都是要等一段时间 如果你真的充得像Tesla那么快,其实是有机会双电池的 所以他就要告诉你,有机会会减少电池的寿命 所以我在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认识了这个新的人 这个叫做阿崔,说这个人真是蛮严的,应该是 他是Stanford的一个角色 他就研发到一种新的物料,就是他可以避免得到那个锂电池的寿命会缩短 他亦都会尝试去改变那个材料 他就不再用这个silicon 所以就不再用Lithium 这里就解释了那个chemistry的原理 就是原来each silicon atoms is able to bind 4Lithium ions compared with only one of every 6 carbon in the graphite 于是他的效能就会再提高好一点 但仍然是有些问题 所以他就继续建基于这个前提阿崔教授就继续去发展 于是他就现在已经发展到有一个更加高性能的电池 甚至可以80% charge好,只是用6分钟 因为其实我近来都看过一个网上的迷因都说得挺好笑 就是你想要一辆可以充得很快的车 那我们就去买汽油 但是我现在有个那么好的电池的话 就其实令到那个汽油车好像是存在意义 又再降低多一点 另外刚才也有说到我们可以换个不同的eno的物料 有人就可以用一个叫Naobium的金属 那就会更加高的储电能量 亦都会快点可以做到那个充电 于是乎其实也有不同公司继续去做不同的东西 譬如像这些公司那样 其实他都可以用大约十几分钟 都可以做到那个充电 而且其实那个的热声温都只不过是8度 那就避免了整个电池的降解 那Naobium就比较贵 所以呢 又有人在想我不要用Naobium 不如我试一下用另外一种 譬如这些人建议就是用Aluminium 但是呢 那个困难就是会变到整个装置会变得很热 所以其实他就要想一下 怎样可以去下一步就是去降低它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这些科学的流程来说 都是有人发现一个问题 有人提供一个可能性 但是那个可能性未必是很完美 譬如像Naobium好像很好看 但是Naobium很贵 于是有人建议用Aluminium 但是Aluminium又不是一个零丹妙弱 所以我们要试试去降低温度 但是当你降低温度的话 就因为本身Aluminium会很便宜 所以就会令到电能车会更加好用 所以呢 这个加州的法例 有人就觉得会令到整个市场就更加碎片化 因为其实就可以容许到世界上有更多不同款式 大家都是叫做电能车 但是大家可能建造的方法 就会略为有不同 那在这篇文章里面其实想说什么呢 这应该是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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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roposing to replaceLivium iron with Aluminium iron for the battery 那你会看到了 其实就慢慢有一些不同的演化 即是既然你的charging time有问题 那不如我们就尝试用silicon 也可以用Nobium 甚至可能用Aluminium 那你就会看到科学上的转变 哪个方法也是科学的本质 How is it related to me Now I have a bi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EV instead of simply saying Tesla 我平时都只懂Tesla 那我现在懂得多了少少 而且最重要的是 Besides I know about Choi 即是刚才那个崔教授 如果你上网去找回他这篇文章的那个崔教授 即是这篇文章你打回那个相关字眼 再加上崔的话 你就会看到崔教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 建议听众们也可以去看看 How is it related to society With a proper intervention Policy can stimulate scientific discovery 这就显现了一个nature of science 其实就是当政府政策有改变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民间也好 或者政府资助的研究也好 都会令到这件事好像很遥远 难以成真 但都会有人慢慢逐步逐步 令到这件事更加可以落地 希望我们下次又可以再见